第411章 风雷剑草凝重 还是待在宗门安心啊 陆轩一路顺利回到宗门内 感受着宗门内纯净浓郁的灵气 对着轻逆围绕在自己身边飞舞的优雅灵鹤打了声招呼 不禁感慨道 正是有了天剑宗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庇护 他才能安心培育灵直 不用外出探索秘境 寻求机缘 也不用担心什么尔虞我诈 生死波杀 凭借在灵直上的特殊能力 以及那神奇的光团奖励 更是在宗门内另辟蹊径 获得强大实力的同时 也拥有不俗地位 结识不少真传弟子 护宗灵兽 乃至结单真人 这次圣因果子诸一世 若不是有格普三名真传 以及白元蓝鸟两大灵兽出手 定不能轻松解决掉那名助姬圆满邪修 以我目前实力 赢他应该有着很大胜算 但却没有绝对把握将他彻底解决 若是留下后患 那就可能一害无穷了 陆璇心中不禁感慨到 正是有了这么大的靠山 我这样普普通通的灵直师 才能安稳种田 培育灵直灵寿 回到洞府 陆璇还没来得及进入屋内 直奔灵田而去 一段时日不见 灵田里众多灵直 长势良好 每一株都是生机盎然 蓬勃向上 又 又有不少水银草成熟了 陆璇来到湛兰戏长的水银草 灵直当中 临时扫过 发现有不少水银草下方的半透明 进度条已经完全拉满 又到了修为快速提升的时刻 陆璇笑意盈盈 将一株株水银草摘下 新一批完全成熟的水银草总计有41株 其中良好品质的不在少数 更有几株上等品质的 采摘后 铃铃表面悄然出现41个白色光团 微微闪烁着 吸引着陆璇前去识取 陆璇带着笑意 身形略过 众多光团几乎同一时间涌入他体内 我陆璇能有今日境界 靠的就是每日勤修苦练 光团 给我加修为 一道道念头从脑海中闪过 收获二瓶水银草一株 获得一年修为 收获二瓶水银草一株 获得三瓶法器水银株 收获二瓶水银草一株 获得二瓶运灵丹丹方 41个光团中 出现修为奖励的要比上次掠手 总共有10个 带给陆璇十四年修为奖励 经脉里浑厚灵力 犹如涨潮一般 一波又一波的出现 在他四肢百海里疯狂冲击着 陆璇运转 大五星宫 迅速将汹涌灵力转化为金纯灵液 融入丹田中 其余二十多个光团 带来各种不同奖励 三瓶法器水银株 三瓶符露水龙符 二瓶运灵丹 以及运灵丹丹方 零零总总加起来 也能换到不菲零食了 收获一大波光团奖励后 陆璇开始悉心培育灵天里 其余生长期的灵值 五星果 玉露果 藏原草 泥仙桃 幻阴竹 不同灵值各自有着不同需求 好在陆璇早已轻车熟路 满足他们没有费多少精力 只有那四株剑藤时 消耗的灵力多了一些 毕竟顺 Man 剑术只是刚刚入门 熟练度不高 许久才能凝结出 一根歪歪扭扭的无形器件 渗入小小剑藤中 剑藤上面的短小剑头 在剑矢灵力的刺激下 微微抬了抬头 又瞬间掩气息骨 无力掉在藤腕上 刺激度不够啊 陆璇无奈叹息一句 没办法 只能慢慢练习 瞬剑术 了 另外 三枚剑藤灵重 从那处伏地回来后 经过陆璇 每日以灵力剑矢滋养刺激 也慢慢尝出细嫩藤腕 藤腕上挂着米粒大小的各种形态剑矢 小小的 很可爱 除了一变剑藤以外 培育众多剑草 同样需要陆璇 花费许多精力 陆璇用最为熟练的 四十剑绝 培育二瓶普通剑草 这类剑草 对于目前的它来说 只有两个用处 一是根据从剑藤得来的灵重凝炼之法 得到大规模的剑草灵重 再将这些普通剑草灵重 放入剑鞘里面 以风雷剑气刺激 得到一变的三品风雷剑草灵重 二是完成剑堂布置的任务 履行剑堂弟子职责 定期上交 成熟普通二品剑草 至于得到的三品风雷剑草 陆璇已经在尝试着凝结灵重 毕竟 一株三品风雷剑草虽然珍贵 可在宁重之法面前 就完全不够看了 天剑宗剑堂 传承这么多年 完整的三品剑草 宁重之法 也只有二十余众 若是能摸索出 风雷剑草的凝重之法 陆璇估计 自己差不多能在剑堂里面 横着走了 他参照二品 普通剑草的凝重之法 临时小心 牵引着即将成熟的 风雷剑草上的深黑剑芒 众多细如发丝的活跃剑芒 被他慢慢收拢在一起 不断压缩结合 融入植株内部 剑芒风锐 难以控制 压缩结合过程中 常以失败到终 严重的时候 更是对植株本身 造成轻微损伤 陆璇并不气馁 吸取经验教训 十分耐心地重负上述过程 好在他能感知到 植株的详细状态 可以根据零植状态 避免掉许多失败因素 慢慢地 众多深黑剑 芒像是一匹匹被驯化的马 在陆璇敏锐 临时的精微操纵下 缓缓融合在剑草内部 陆璇继续牵引着剑草生机 凝结在压缩到极致的无数细微剑芒上 缓缓温养着 一次次的尝试 终于让陆璇看到一丝成功的希望 在一株即将成熟的风雷剑草内部 正有着三点机不可查的细微气机 气机锋锐 而又内敛 有着一股怪异的协调感 同时又散发出一股 无比精纯的生机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缓缓孕育当中 总算成功走出第一步了 陆璇感受着剑草内部的变化 心中欢喜 接下来 就是好好将这三点微不足道的气机 培育成灵重 成功的话 就接着在其余生长阶段的 风雷剑草上进行实验 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凝重之法 一株成熟剑草换来三枚凝重 好像不太滑的来 不过 等有了凝重经验后 对某些细微之处进行调整改变 还有大幅提升的余地 此刻的陆璇 也顾不上那些损失的白色光团了 只要成功总结出凝重之法 从剑堂获得的奖赏 就能获得超过不知多少光团奖励了 第412章 我想学种田 尝试凝结风雷剑草灵重的同时 陆璇也在精心培育着两种四品剑草 剑孔雀这边 陆璇灵力涌动 一道深黑风雷剑气出现 黑风萦绕 雷鸣震震 电弧跳跃 剑气在它控制下 分化为数十道剑芒 隐隐结出一个剑阵 呼啸着 渗入剑孔雀中 被众多剑芒滋养 刷的一声 剑孔雀犹如孔雀开瓶 重重叠叠 剑气张扬四亿 美丽绚烂之中 又蕴藏着风锐杀鸡 培育剑孔雀 这么长时间 陆璇对于 孔雀剑阵 得掌握已经达到 比较熟练的地步 分化剑芒 结出剑阵 都只需要短短几个刹那 剑千销栽种培育时间 比较长的缘故 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数十个剑气虚影 围绕着剑草飞舞 两道剑芒折起 如同薄薄双翼 带有凛然剑翼的同时 速度极快 在空中 留下道道残影 形如硝鸟的剑气 落在剑千销灵直上 与长剑一般的枝干 融为一体 双翅展开 羽翼像是一道道细长利剑 锐气逼人 也不知道 四品的剑草 能够开出什么光团奖励 陆璇望着身旁剑千销 眼中浮现一丝期待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便留在洞府内 像是一个老农一般 心情照料着 灵天里众多灵直 这日 一名不速之客 登上门来 百里 一段时间未现 怎么有空过来我这里看看 陆璇温和朝着 一名清秀青年说道 青年眯着一对细长眼睛 正是一同败入 宗门的百里剑青 陆大哥 临时感应一下我 百里剑青脸上 带着得意笑容 你突破到注击境界了 陆璇临时扫过 诧异问道 没错 以后 我也是天剑宗内宗弟子了 恭喜恭喜 陆璇为他感到高兴 兴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嘿嘿 以后说不定后来居上 修为超过陆大哥你 让你称我一声师兄 百里剑青畅想道 那你可得努力了 陆璇露出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 咦 陆大哥 你都住击中期了 你不是每天都在培育灵直吗 怎么修为提升得这么快 陆大哥 我想学种田 百里剑青哀嚎道 他还记得与陆璇一起败入宗门时 自己修为 还要降过他些许 没想到 号称灵直师的陆璇 却在败入宗门后 修为进展神速 先是很快突破到筑基境界 晋升为内门弟子 等他突破后 一味能稍微赶上陆璇 却没想到 陆璇不声不响地 到了筑基中期境界 百里道有 种田可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 这就叫天赋 陆璇也遇到 两人虽然许久未见 但相处时 依旧十分自然舒服 不应修为 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对了 陆大哥 这次过来 是想邀请你过几日 参加我的庆功宴 让你这个筑基中期的高手 过来给我撑撑场子 闲聊一会后 百里剑青 递给陆璇一张琴帖 好 到时一定会准时赴约 陆璇接过琴帖 肯定说道 转眼到了百里剑青的庆贺之日 一座怪事临寻的雄伟山峰上 百里剑青正在招呼着七八名友人 这座山峰是他在晋升内门弟子后选择 布置一番后 已经成为一处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洞府 七八名同门中 大多是他在外门结识 两人未助击前妻 另外 鸡人多位练气后期或者圆满境界 探似与助击只有一线之隔 却是很多修士难以跨越的天线 各位道友请先享用灵果灵茶 我有一名长辈过来了 闲聊间 百里剑青突然神色微微变化 朝着鸡人说了一句 站在洞府外面 神态恭敬地静静等候 不到半刻 一名气息深沉的中年修士 驾驭着剑光来到他身前 于前辈 欢迎之至 百里剑青向中年修士恭敬施礼问候道 修士名为于红 是他爷爷曾在天见宗时的好友 不过 两人境遇有着天大差别 一人突破筑机无望 修行意图走到尽头 流落到荒僻苦寒之地 短短一百多寿元 一心开之散叶 只想着有天赋出众的杰出后代 能完成他的未尽心愿 另一人则顺利突破到驻击境界 晋升为内门弟子 寿元达到三五百载 更是达到驻击中气 还有着一丝亏得杰单境界的可能 在百里剑青 拜入天见宗后 拜访过于红几次 于红对这名好友后代 也颇为照顾 剑青 你已经是内门弟子 不需要再称 我为前辈 你我日后以师兄弟相称便是 中年修士温和说道 那怎么行 就算我成为了内门弟子 您还是我的长辈的 百里剑青 神情坚定 见他一直坚持 中年修士 露出一丝无奈 这与宗门规矩不符 不如这样 在公开场合 你称我一声师兄 私下喊我一声 前辈也行 两人一前一后 进入百里剑青洞府中 洞府里那几名友人 纷纷出来迎接 感知到于红身上 筑基中期的灵力波动 齐齐师里问好 于前 于师兄 这位是申重文 这位是 百里剑青 为于红介绍着在场众人 这位是于红于师叔 修为高深 进入筑基中期境界 已有数十年 在剑道上 有着极为恐怖的实力 于师叔 听到百里剑青这句话 众人神情更近恭敬几分 嗯 于红扫过众人 轻轻点了点头 在两名筑基前妻 修士上多看了两眼 神情有些自惊 百里剑青赶紧端上 灵果灵茶 众人以于红为忠心 他每说出一句话 就有人负荷倾笑 让于红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于红也十分享受这种环境 不时说出几件 自己外出历险 探索秘境时的凶险遭遇 引得众人惊叹连连 于师兄 我出去一会 有一名好友要过来 我去迎接一下他 百里剑青轻声说道 于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端着手中灵茶 慢慢饮下一小口 悠然自得 很快 百里剑青便引着一名俊秀青年 来到洞府中 于红不经意扫过一眼 手中茶杯 剧烈晃动一下 差点将近的灵茶道出来 陆师兄 第413章 清福旅 陆师兄 陆璇远远看到 一名气息深沉的中年修士 向自己迎来 脸上带着极为热切的笑容 于道友好 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向中年修士问候道 对于这名中年修士 他有些印象 幸于 驻基中期修位 在那处三宗联合开辟的福地中 有着庶面之缘 点头之交 回宗后便没视摸联系了 想不到陆师兄能够记住在下 于红脸上的笑容更加真挚热情 对于陆璇 他印象极为深刻 当初在福地中 陆璇凭借在灵直上的精深造诣 替一众同门解决掉 手臂丛林怪阵一大难题 他还注意到 火灵与剑武侠两名真传弟子 平时眼界高高在上 对待陆璇却十分亲密 甚至意外得知 杰丹真人 特意留给陆璇一道特制服录 作为救命之物 种种因素下 他对身为灵直师的陆璇态度 也有了很大变化 一心想要结交 却找不到什么机会 剑青 你与陆师兄相识 嗯 当初与陆大哥一同败入宗门 百里剑青还沉浸在 于红对陆璇的太过热情的态度中 下意识地回答道 四 于红忍不住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 两人居然有这么一段经历 他对百里剑青进入宗门的时间点 十分熟悉 也就是说 陆璇短短不到二十年 就从一名外门弟子 一路晋升到驻基中期境界 如此年轻 又被宗门真传乃至杰丹看重 前途不可限量啊 陆师兄 我与剑青爷爷曾经是同门 交情极深 他主动向陆璇介绍着 与百里剑青之间的渊源 原来如此 陆璇点了点头 于 一时之间 他陷入了 不知如何称呼于红的两难境地 没事 咱们各论各的 你称我于师弟便可 于红脸上都笑出了几道褶子 陆璇落座后 众人的话题忠心 则不知不觉向他转移 得知他临职师的身份后 纷纷感叹不已 等宴席结束 陆璇找到百里剑青 单手一上一下地 抛着一个苍青斑驳葫芦 葫芦上升坠落时 隐约有睁然剑名声 从里面传出 知道你喜欢跟剑有关的东西 这个养剑葫芦 就作为你突破助击的鹤里了 在百里剑青不断灼热的眼神中 陆璇将葫芦轻轻扔给他 他手中养剑葫芦有十多个 这次过来 特意从里面挑选一个品质最好的 赠送给百里剑青 多谢陆大哥 百里剑青接住养剑葫芦 临时感受着葫芦里面的 锋锐无匹的无形剑气 爱不是手 养剑葫芦能释放出 温养在其中的无形剑气 杀伐极强 虽为灵职所接 却要胜过大多数三平法器 对于刚刚晋升为 那门弟子的百里剑青来说 最合适不过了 陆璇没有在他洞府中 多作停留 叙叙旧情 回忆一番过往后 便回到自家洞府 刚一进入流光浮阵 踏云舍利就不知 从哪里钻出来 站在茂密林木间 远远望着陆璇 然后装作不经意的 从他身边路过 等陆璇嚎了嚎 他耳朵肩上的两簇呆毛后 轻轻 嘔嘔 嘀吼一声 碧绿眼瞳 没有任何变化的 无声无息走开 紧接着 一条灰色藤腕 如同一条灰蛇 爬到陆璇脚下 想要从他衣袖中 攥进去 别别别 都长这么大了 还到处攥动 陆璇赶紧制止 妖鬼藤 从厨袋里 取出一枚烈焰果 塞入藤腕顶端 从伏地回来后 他便每日定时 喂养给妖鬼藤一些灵果 作为他在伏地内 找到肉灵神 以及剑藤等灵众的酬劳 妖鬼藤食欲得到极大满足后 每日悠哉悠哉地 在灵天里闲逛 四处标记着 心仪灵直部位 对于两种灵直 更是情有独钟 无聊的时候 便待在弥仙桃下 享受粉红瘴气 带给自己的微醺感 以及藤腕上 不断分化触手般 枝节的古怪感觉 若是旁边的幻阴竹 吵得烦躁 便用触手之节 狠狠塞入竹子众多裂缝中 塞得满满的 让他们没有叫唤的机会 陆璇来到小湖边沿 正看到满身 都是厚厚拟甲的岩甲龟 在小湖里面 欢快蹦跶着 一副脏兮兮的调皮模样 青角龙里 安静地待在角落里 尽情吞吐着小湖里 鸟鸟生起的蛋白灵气 李火焦 则安静待在小湖湖底 守着五品龙海草 看能否吸收到 一丝若有所物的细微龙气 嗯 胖鸟哪去了 陆璇心中奇怪 往日最为热情的风笋 今天却莫见到 它的圆滚滚肚子 它临时扫过整座山峰 在陵墓深处 发现了气息 正在不断拔高的蛋清胖鸟 咦 品阶要突破了 陆璇心中一喜 转瞬便来到风笋身旁 风笋看到陆璇身影 圆溜溜眼珠 闪过一丝喜意 陆璇的到来 让它对于晋升 更有了几分成功的把握 它舒展着一对宽大蛋清羽翼 羽翼上蛋清灵光涌动 形成一道道呼啸不已的 狂风气流 很快 风笋体内的气息 达到一个极限 羽翼轻轻拍打 引得狂风席卷 将周围十多帐范围内的灵雾 吹得东歪西倒 立立 它清脆鸣叫一声 声音决然 浑身所有灵力同时进入体内 陆璇临时紧张地 注意着风笋状态 随时准备支援 立 清脆鸣叫声响彻云霄 风笋化为一道清光 在山峰内掠过 速度之快 肉眼难以捕捉 陆璇感受着它内心中的喜悦 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凭借二品的风笋 饲养在内宗浓郁 纯净灵气环境下 二品乃至三品灵果 宝物不要零食一般喂养 多年累积下 终于晋升为三品灵兽 它来到风笋之前停留的位置 轻轻触碰凭空出现的微微闪烁的白色光团 无数细微光点瞬息涌入陆璇体内 一道念头闪过 二品风笋 晋升为三品灵兽 获得四品法器轻浮吕 一双淡青色斜铝出现在陆璇手中 斜铝上有着众多繁密淡青灵纹 轻若无物 庞浮随时会被微风吹走 陆璇心神凝聚在淡青斜铝上 轻浮吕 四品法器 由四品轻浮邀情的皮革炼制而成 绘制有众多轻身 加速 破空符纹 轻如红毛 能减轻修饰重量 极大增快修饰速度 第414章 又菜又爱玩 四品速度型法器 不错不错 二品灵兽封损 品阶突破至三品 光团里 开出来一件四品速度型法器 让陆璇心中大胃满意 曾经的短板 零时 在有三珠运灵松 成熟后 从光团里获得五品宝物 运神铁 以及两个五品弓法 神眼睛 精眼包 使得零时增长极快 而速度方面 陆璇目前掌握的只有 浮光身法 以及 大五行弓 李自带的五行盾法 虽然水平尚可 但与他一身宝物相比 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件四品轻伏铝法器 很好地弥补了他这一缺陷 他伸出双脚 套入轻伏铝中 脚步传来一股柔和触感 一股清零气息流入他脚掌之中 陆璇心念一动 整个人扶摇直上 如同利剑一般射向高空 瞬息间 便上升到数十丈高处 他玩性大起 控制着轻伏铝 在洞符里飞快移动 留下一道道模糊残疑 实验了一阵后 他对这四品的轻伏铝 也有了一定了解 这对宝靴能大大提升 他的移动速度 同时能瞬间改变 他的移动方向 让他能做出 各种匪夷所思的动作 主打的就是一个轻 快 零 陆璇总结道 他将刚刚突破的封笋 呼唤过来 封笋轻密地靠在陆璇身侧 圆滚滚肚子 不断摩擦着陆璇身躯 怎么突破到三品 肚子一点都没减小 陆璇心中疑惑 自言自语道 风笋清脆 鸣叫一声 瞬息间化位移道 清光出现在远处 还没等陆璇有所反应 又刹那间 移至原位置 历历 他拍打着根位宽广 但清灵闻密布的双翼 向陆璇传递着一个念头 我肚子虽然没有变化 可速度却加快了 不知多少里 好好好 咱家胖鸟最快了 陆璇如爱了一把风笋 柔软肚皮 轻笑着说道 风笋哼哼唧唧几声 这才满意离去 在陆璇面前 他十分想要展示 给他自己的进步 证明陆璇对自己的付出 没有白费 他本身只是一头 以速度渐长的二品妖兽 按照正常生长轨迹 哪怕到死去 也难以突破品阶 正是陆璇 从他小时候 就饲养不同二品 乃至三品灵果 各种花式烹饪的 高品阶妖兽肉 珍稀白果灵浆等 这才让他有着 这么一个突破极限的机会 以后末世的话 可以在山峰附近活动 风笋已经是三品妖兽 速度在同品阶妖兽中 属于前列 陆璇也就放心 他在洞府周边自由行动 毕竟洞府面积有限 若是一直将他关在洞府中 某种程度上 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禁锢 而且 洞府位于天剑宗内宗之中 安全方面自不用说 让他不时释放一下天性 翱翔于众山川之间 也能促进 他身心成长 历历 听到陆璇这句嘱咐 风笋欢快 鸣叫一声 化卫一道清光 消失在陆璇眼中 陆璇干脆 一直穿着四品轻浮履 灵气内敛 同样化做一道流光 出现在院子当中 他来到一间小小雅室 雅室里传来一股淡淡药香 若有所悟 陆璇视线转移到中间 悬浮住的一枚鸽子淡大小 成森白色的浑圆丹药上 丹药表面灵光变化 稍稍暗淡一分 陆璇手部传来一股 极为轻微的触感 似乎有一道 涓涓细流在自己手背上 轻轻流动 这药质的存在感 也太弱了一些 陆璇暗暗感慨一句 他向手上 近乎无形无色的药质 传递过去一道念头 手背上 一条无足软体虫子 显露身形 磅腹液体一般 在他手上四处流动 从无银海秘境中 获得这一气虫药质后 陆璇一直将他留在屋内 时不时给他一枚丹药 让他汲取里面的残留的单独 顺便提升些许丹药品质 屋内那枚森白浑原丹药 便是他前阵子留下的悬阴丹 今天来给你一点好东西 保证让你能够吃上 好长一段时间 陆璇笑着说道 从储屋袋里 取出一枚乌音器弥漫的乌黑丹药 无品圣阴丹 够近吧 药质身形虚化 陆璇临时感知中 将鸡蛋大小的圣阴丹 紧紧包裹住 努力汲取住丹药里面 可能残留的单独 既有可能提升丹药品质 还能好好饲养这四品的七冲药质 可谓是一举两得 陆璇感受着 药质低微灵质传来的欢愉感 暗暗感慨到 他刚从雅室里出来 便赶到脚下生起鸟鸟毒烟 低头看去 却是百毒式新虫幼虫 正紧紧跟随着自己 坑坑洼洼的身躯上 轻微毒气弥漫开来 你也想吃东西了 陆璇从储物袋中 取出一枚从鞋修手中 获得的二品试验丹 丢入幼虫口中 幼虫慢慢咀嚼着丹药 静静趴在地上 细细体会试验丹里面的尸毒 等待许久 幼虫下颚部位 出现一丝苍白之色 苍白区域只有一小块 也没有继续蔓延的趋势 事实证明 哪怕你再敏感 只要吃药的次数多了 也会有耐受性 陆璇回想起 百毒式新虫 第一次服用试验丹时的反应 忍不住感慨道 想当初 一粒二品试验丹 便能让它半死不活 若不是陆璇及时拯救 很可能当场隔屁 没想到 服用的次数多了 对各种毒素 极为敏感的幼虫 已经对试验丹 形成了免疫 幼虫咀嚼了一会 越吃越墨一死 张口一吐 张口腔里面的试验丹残渣 全部吐出来 哟 你这小毒虫还嫌弃起 我的毒丹 百毒式新虫养着小小脑袋 小小的眼珠里面 有大大的期待 对于各种毒物 毒素的渴求 充分展露在陆璇面前 你确定 想要尝试新的毒物 陆璇神情严肃的 向右虫问道 这有虫体质特殊 为恶难毒体 对于各种毒素 毒物极为敏感 喜爱程度到了极致 可吞噬毒物后 又会出现剧烈反应 严重时 甚至有性命之忧 幼虫听到陆璇询问 忙不迭点头 要磨炼化毒素 要磨被毒死 我生命之中不能没有它 好吧 陆璇心神感受到 幼虫传递过来的坚定念头 无奈说道 真是又菜又爱玩 还好有我为你保驾护航 第415章 剑持寻剑 陆璇画里虽然满是嫌弃 临时却是探入储物带中 搜寻能够满足幼虫的毒 毒素 它自诩 能够随时掌握幼虫的身体 详细情况 因此信心十足 哪怕它被毒成冰死状态 也能将它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很快 它从里面翻出来一块妖兽肉 妖兽肉 用一个精美玉盒装着 四面贴着符纹 保证肉质的鲜美程度 避免灵力流失 陆璇记得 这块妖兽肉圆 自于三品妖兽冰蝉 冰蝉生活在极寒之地 能够吸收极因极寒气息 体内积累着浓郁病毒 试试这个 它将一块拳头大小的冰蝉肉 丢给百毒式新虫幼虫 幼虫感受到 里面传来的寒毒气息 绿豆大小的眼珠 瞬间亮了起来 三五下 就将冰蝉肉吞入腹中 吞下去的一刹那 幼虫身躯表面便飞快 出现一层薄薄冰霜 冰霜越积越多多 积个呼吸后 幼虫就浑身被冻住 稍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块冰块 冰块内影影黑气流动 使得幼虫身遭 传来一股极阴极寒气息 陆璇健壮 心神急忙凝聚在幼虫身上 一道念头从脑海中闪过 百毒式新虫 四品毒虫 拥有特殊体质恶难毒体 吞服三品冰蝉肉 身受极强寒毒 无法及时解决的话 灵力 肉身 甚至神魂会很快被冻住 逐渐死亡 须已至杨志刚一伙 以及炉火纯青的控火手段 缓缓烘烤 百毒式新虫 全身各处 驱散其体内寒毒 好在我能自己轻松解决 不然的话 得去向葛师兄等人求援了 陆璇了解到 幼虫此时的详细状态 暗暗感慨到 他观想无品 纯阳真火路 已经数年 虽然没能掌控 纯阳真火神通 但施展出一缕 至阳至刚的纯阳火焰 还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控火 他曾经从烈焰果光团里 开出不少 弄焰绝 金焰煲 能够做到精微控制 绝对不会将这小毒虫烤熟 陆璇运转体内灵力 老海中浮现赤足金乌 微炎形象 一缕至阳至刚的淡淡 白金色火焰 从指尖涌出 在陆璇临时控制下 火焰形态不断变化 很快形成一张薄薄火网 将已经成为冰块的幼虫 轻轻包裹住 极寒冰快像是遇到烈日积雪一般 飞速消融 很快 有虫身形显现出来 只是状态看上去不是很好 浑身美触被冻成青黑色 身躯表面 还有细微黑气流动 阴寒气息浓郁强烈 陆璇神情自若 不慌不忙地 继续烘烤着幼虫 十数个呼吸过后 丝丝黑气 从幼虫体内渗出 被陆璇控制的淡淡白金火网 压缩成一滴乌黑音寒液体 幼虫睁开眼睛 忍不住狠狠打了一个寒颤 他很快恢复生机 围绕住陆璇转来转去 向他传递出一道赶金念头 好不好吃 陆璇轻笑着问道 幼虫赶紧点头 那后不后悔 又是毫不犹豫地摇头 就惯着你吧 陆璇挥了挥手 得到满足的幼虫飞快离去 不知躲到哪个角落里 消化着冰蝉肉里面的寒毒 给百毒是新 重幼虫肠是新的毒物后 陆璇接下来的日子里平淡如水 静静等待着最后一株运灵松 完全成熟 没想到 却等来一个许久未见的熟人 山腰上 正在鬼鬼祟祟 往自己洞穴中 搬运物凌扰的双头 囚鱼似乎感知到什么恐怖气息 眨眼便从陆璇眼中消失 深深躲进山体内部 陆师殿 我过来叨扰叨扰你了 一名气质温润 背负住一个深黑剑侠的中年修士 缓缓上山 原来是沈师兄 许久未见 近来可好 来者正是将陆璇引入剑堂的沈夜 两者往来多次 已经颇未熟人 别的都好 就是心里一直惦记着 师弟你那些三品的风雷剑草 沈夜半开玩笑地说道 陆璇将他引入院中 端来冰火两灵果 以及白果灵浆 陆师弟现在又改良出几株风雷剑草 沈夜引下一口白果灵浆 感受着口腔内各种灵果滋味的变化 梁九 缓缓问道 一边出来了几株 正留在洞府里面培育 陆璇回道 哦 陆师弟果然厉害 能随时改良出三品风雷剑草 不知师弟有没有摸索出风雷剑草的凝重之法 沈夜闻言 腰杆挺直了许多 眼中带着几分吸迹的问道 目前正在尝试阶段 把握不是很大 陆璇斟酌了一下 低声说道 虽然他对风雷剑草的凝重之法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但还需要验证方法的正确性 因此回答沈夜时有些保守 并没有僵话说死 哈哈 我相信 以陆师弟在灵直上的才能 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沈夜爽朗笑道 陆璇一路过来 在培育剑草这泪灵直上 展现出来的恐怖天赋 让他对于陆璇 有着近乎盲目的信心 师兄对我希望太大了 陆璇无奈笑道 说你行 你就行 我的眼光不会错的 沈夜笑着说了一句 话风一转 这次过来 是有事想邀请一下师弟你 哦 师兄请讲 师弟进入剑堂已有相当一段时间 想必对剑堂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 剑堂里面有一件池 陆师弟可曾听说 陆璇点了点头 有一些了解 听说里面有着许多高品接剑器 剑完 甚至不乏五品级别的存在 没错 剑池能温养剑器剑完等 里面放着不少宗门前被做化石留下的磅身剑器 或者见到高手们更新换代的飞剑 剑堂住间大师们锻造出的高品接飞剑 等等 剑堂每过一段时间 便会提供给堂下部分弟子一次机会 让他们得以进入剑池中 找寻到适合自己的心仪剑器 不过 进入剑池里面的名额有限 只有那些剑道天赋最为出众 或者对剑堂做出重大贡献的弟子 才有进入其中的机会 师弟虽然培育出 易变风雷剑草 以及星光剑草 普通二品剑草等 但离进入剑池 还差了一点点 我了解师弟定然可以摸索出 风雷剑草凝重之法 加上错过这次的话 要等不少年才能进入剑池中 因此 竭力为师弟争取到 进入剑池寻剑的机会 沈叶带着银银笑意 温和说道 第416章 赐神锥 多谢沈师兄为我谋求如此珍贵的机缘 陆璇起身抱拳施礼道 虽然从光团奖力中 就能获得许多法器 剑气也有诸如风雷剑 紫电剑 迅雷剑丸等 但有助能进入剑池的机会 谁又会嫌自己身上宝物少呢 光团成可贵 白嫖价更高 陆师弟不必客解 这全是师弟 你自己凭本事争取而来 若不是你培育剑草的成功率 达到百分之百 又有希望获得一种 三品剑草的凝重之法 我断然无法替你抢来这种机缘呢 沈叶陈生说道 师弟你是第一次进入剑池里面 我跟你介绍一下 如何从中获取剑类宝物 剑池里面剑气肆虐 若是没有本门性物 贸然进入其中 哪怕是准结单修士 也无法讨得好果子吃 进入后 可以自行挑选剑气剑丸等宝物 品阶低些的 可以强行收取 高品阶的剑气 在剑池内温养多年 很可能产生灵性 需要彼此合心合意 可以算是灵剑则主了 高品阶剑气剑丸 认定主人的因素有很多 修饰剑气 剑意 剑心都能影响到剑气的选择 当然 若是浮原深厚的话 这些就没显得那么重要了 师弟你可认识 宗内真传弟子剑无侠师姐 之前宗门开辟新的伏地时 有过庶面之源 陆玄清清点了点头 剑无侠师姐乃先天剑体 对于各种剑气剑丸等 有着莫大吸引力 每次进入剑池中 都能获得不少剑气的认可 神叶语气中 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羡慕 这见到天赋 别人进去是冒险 他进去就是进货呀 陆玄在心中暗暗感慨一句 对了 沈师兄 之前有没有过同门进入剑池 但是一无所获出来的情形 是有过 有眼界高者 看不上那些普通剑气 一心只想获取那些高品 接见器剑丸 最后却什么都没得到 陆玄闻言 连忙点头 将沈叶传授的经验 谨记在心 沈叶又向他交代一些 注意事项后 没有多走停留 告辞离去 陆玄目送他离去 顺道转入灵田里 查看众多灵职详细状态 巡视灵田时 恰好碰到曹奎蕾 迈着两条细长腿 正在不知疲倦地巡逻着 陆玄心念一动 将一只勤勤勉勉手 未灵田的草傀儡 呼唤过来 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枚碧绿灵珠 灵珠正是从藏原草光团里 开出的纳灵草珠 蕴含金纯农玉草木灵气 喂养草傀儡 由其合适 他将碧绿灵珠 塞入草傀儡 巨大灰草流子里面 丝丝缕缕的翠绿灵气 从流子中心向四周蔓延 十数个呼吸后 草傀儡整个身躯 由灰黑色转变未翠绿色 生机盎然 灵食感之中 碧绿灵珠 在灰草流子内部凝结出来 缓缓旋转住 任由草傀儡 汲取助金纯草木灵气 草傀儡在吸收 众多草木灵气宝物 甚至些许无品 轻木元气后 已经生出一定灵质 如同婴儿 懵懵懂懂的他 向陆玄表达了 自己的感激之情 迈住两条细长腿 继续巡视灵田 剩下的一百余株水银草 以精露续进入 完全成熟阶段 还得留下五十株左右 用来凝重 此外 若是晋升节单晋节 二品的水银草光团 里面的修味 很可能与之前一样 带来的修味奖励 大大减少 未雨绸缪 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 看能不能培育出 三品的易变水银草 不过 三品灵质已经属于 助肌范畴 不像一品与二品 品阶之间的差距 没有那么大 改良灵质的难度 估计要高不少 陆璇心中暗暗想到 有了刚突破到 筑基石灵营草的前车之剑 他决定等 修味达到筑基后期 开始着手改良 二品水营草 思绪飘散间 他来到山峰偏僻处 耳畔中突然想起 一阵迷迷之音 声音不断撩伏着 他心中的欲念 抬头望去 一片粉红瘴气 映入眼帘 粉白色桃叶尖 鲜嫩粉红桃子 若隐若现 半遮半眼 偶尔露出一小部分 就像是吸引在陆璇 狠狠扑过去咬一口一般 配上旁边 幻音竹发出的迷你之音 迷情程度一下上升了几个级别 迷仙桃与幻音竹士 决听绝双重诱惑 难怪妖鬼疼 每日都要过来一趟 一待就是一天 乐不思数 三品迷仙桃 再采摘一次后 又开始截出灵桃 再过一段时间 又是大量白色光团到手 陆璇离开前 给自己打上一道清净咒 内心无欲无求 神情平静地 从两种不正精灵直面前离开 最后一株运灵桃成熟了 他来到截然独立的运灵桃面前 运灵桃 被他临时温养多年 早已与他心念相通 远远就掀起阵阵桃 顶端上一枚苍青桃果傲然处理 等待着陆璇前去摘取 陆璇确认下方的半透明进度条 已经完全拉满 伸手轻轻摘下碧青桃果 桃果形如风塔 众灵如同金银青玉 层层叠叠 灵光闪过 握在手中 有一种通润明镜之感 又是一枚运灵桃桃果 还是良好品质 不知能开出什么奖励 他心中极为满意 四品灵直 能收获一枚良好品质的灵果 已经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了 四株运灵桃结出的四枚碧青桃果 陆璇还没有服用过 放在掏虫囊里 小心收藏住 收好桃果后 陆璇是先来到桃树顶端上 白色光团悄然浮现 微微闪烁住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期待 伸手轻轻触碰光团表面 砰的一声轻响 光团瞬间炸裂 未无数细微光点 真相涌入路旋体内 刹那间 他十海内 感觉到无数细细风锐之一 念头闪过 收获四品 运灵松松果一枚 获得五瓶法器刺神锥 一根锥刺 悄然出现在他手中 锥刺成阴白色 半尺多长 上面绘制着许多繁密绘色 镂空符纹 精美绝伦 内力无比深邃 似乎在吸引着陆璇的魂魄 临时查看时感觉到 感觉到一股锐意袭来 有一种轻微的刺痛感 陆璇心神 凝聚在银白锥刺上 有关他的详细信息 顿时从石海中闪过 刺神锥 无凭法器 激发时 可对修士 妖兽等神魂造成极大伤害 严重者甚至魂飞破灭 命丧当场 第417章 我的剑鞘 以荆棘可难耐 无凭法器 还是针对神魂类的特殊法器 陆璇心中大喜 手中这根刺神锥 虽然功能单一 但功效却极为强大 神魂类法器极为稀少罕见 一旦使出 让人防不胜防 难以抵御 无品宝物又多了一个 擅长幻术 能大范围侦察的虚空眼目 有着制阳制刚纯阳真火的 纯阳真火路 空间形宝物掏虫囊 现在加上这无品的刺神锥 估计宗门内的不少真传 都很难有我这样的身家 陆璇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转眼三日过去 陆璇心念一动 向胖鸟召唤过来 临时沟通着他 不到半刻就来到剑堂外面 穿过剑气静置 他来到一座高耸入云 形如历剑的山峰上 陆璇将胖鸟安顿好 自有剑堂弟子 过来将胖鸟牵过去 事后提取就是 沈师兄 陆璇找到沈夜 出声问候道 陆师弟 你过来了 沈夜面带微笑 温和说道 反请师兄带我过去剑池那里 好说 沈夜点了点头 将陆璇带到一个广阔大厅内 大厅内早有七八名剑堂弟子 等候其中 或手持剑气 或背负剑侠 各个气度非凡 这位是钟白玉 助击后期修位 精通剑阵 这位是十号 助击中期修位 几种高品皆剑爵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掌握数众不同建议 这位是 沈夜为陆璇一一介绍住大殿内的剑堂弟子 这位便是陆璇陆路师弟 助击中期修位 剑道可能在你们当中不是顶尖 但却有着极为恐怖的培育剑草的能力 目前位置 成功率百分之百 而且不乏良好品质的剑草 更是有可能改良出一种新的三品剑草 陆师弟好 名位中白玉的助击后期同门 笑眯眯的招陆璇打了声招呼 他身形富态 圆圆脸蛋笑起来 就像是一尊弥勒佛 笑容和善 陆师弟好 七八名同门中 有人热情招呼 完全没有因为陆璇林执师的身份 而看轻嘶吼 沈夜口中 陆璇见到一图 虽然可能一般 但能进入 剑池寻找剑气 自然有着不俗之处 还有两三人 只是轻轻点头 神情略显的冷淡 这击人都是罪心于剑 大部分时间精力 花在修炼剑诀 锤炼剑技上 对于陆璇凭借培育剑草拥 有进入剑池的资格 不以为意 当然 都是同门 又没有利益纠纷 也就没有什么 嘲讽蔑视的行为 陆璇嘴角带着笑意 有上来结交的 他就附和机具 对他态度平淡的 他也没有主动 去热脸贴冷屁股 神叶所说 他剑到修味一般 他并没有出声反驳 吸收不少剑诀经验包后 他在 四十剑诀 风雷剑精 星光剑诀 尚已经达到极为精神的境界 又细心培育 两株四品剑草剑孔雀 以及剑千销 使用剑诀剑阵的次数 极为平凡 相应的 千销剑诀 与 孔雀剑阵 也有助不弱水平 或许比不上大殿里 所有见到天才 但他有信心 不会出于倒数 平均水平还是有的 虽然我没有见到天赋 修炼剑诀的时间 也没有很多 但是 我有光团经验包啊 陆轩暗中得意想到 等了一会后 一名气质清冷女子 步入宽阔大殿中 女子满头青丝上 憋着一根宛若油龙的 细长小剑 耳垂上吊着 一对精致小剑耳饰 行走坚轻轻摇晃 有细微剑气 萦绕左右 正是遍布一遍 灵直的心浮地中 有过树面之源的剑无侠 宗内十七真传之一 剑池常客 无侠师姐 陆轩宇 其余众人 纷纷攻紧失礼问候 看得出 他在众多剑道天才中 威望极高 有数人望向他的眼神中 甚至有着几分狂热之色 此次剑池寻宝 我为各位领队 带领诸位一同进入剑池中 维持剑池稳定 与同门之间的秩序 希望彼此能共进退 不要伤了同门间的情谊 清冷女子轻轻点头 细声说道 声音如同冷冽泉水 可以 一切听师姐的 众人纷纷附和 剑无侠单手一挥 十个特殊灵果一样的事物 出现在低空中 围绕着众人转来转去 灵果像是由无数细微剑芒组成 自动凝结在一起 无穷无尽的肉眼 难以察觉的剑气 在里面激荡不休 彭扶随时能爆发出 极为恐怖的力量 诸位当中 有机人是第一次进入剑池中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剑无侠身出手 十个剑气灵果缓缓飘到 他手掌上空 此位剑果 剑池里面 无数剑气凝结成的特殊宝物 是能长久待在剑池中的关键因素 剑池里面 有着无数强大神秘剑气 肆意游动 若是察觉 有人侵入其中 就会一拥而上 同时面对无数剑气的围攻 有了这枚剑果 身上气息 就能与剑池融为一体 剑气就大范围 不会主动攻击你们 当然 不能因此而大意 若是肆意挑衅剑池剑气的话 还是会引起他们的攻击 到时 剑果可能都就不了你们了 剑无侠详细向注重人介绍道 手掌上空一枚枚 剑果飞至众人面前 陆璇好奇地摘下这枚特殊剑气凝果 感受 在手掌上传来的极为轻微的风锐质感 饶有兴致地仔细观察着它 作为一名灵直师 对于 果实 这一词 有着极大的敏感性 陆师殿 你是第一次进入剑池当中 有什么不懂之处 尽管问我 剑无侠上前几步 来到陆璇面前 柔声问道 多谢无侠师姐关心 暂时没有什么不明之处 若是有需要师姐帮忙的地方 师弟我一定不会客气 陆璇连忙说道 看到剑无侠主动上前向陆璇询问 之前态度冷淡的几位剑堂弟子 望向陆璇的视线立马有了变化 剑无侠在他们心中地位尊崇 在剑道上能让骄傲的众人心服口服 没想到这样的存在 居然屈尊主动 关心一名剑草灵之师 陆璇不着痕迹的退后几步 轻轻抛着手中剑气灵果 感受着腰间仰玄剑翘传来的悸动 在看到众多剑堂弟子后 陆璇便能从剑翘中感受到一股渴求之意 石梅剑果出现后 这种渴望更是达到了极点 我的剑翘已经饥渴难耐了 陆璇不由得想到 第418章 剑翘选剑 剑无侠详细主附进入剑翅后的有关事项后 取出一截乌黑剑刃 大量灵力涌入乌黑剑刃中 很快 剑刃上涌现无穷无尽的乌黑剑芒 剑芒瞬间充斥整个大殿 肆意击射 剑无侠掐着硬绝 一道强盛无匹的剑翼 从大殿正中生腾而起 裹着陆璇众人瞬间消失 这就是那神秘剑池 陆璇心神恍惚积个呼吸后 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进入一片奇异空间 一个剑气世界 地面上铺着无数飞剑残骸 不时有形态各异 大小不一的锋锐剑气剑芒等 从里面击视而出 空中剑气更是遮天蔽玉一般 耳畔竟是剑气飞速掠过时的呼啸声 远处偶尔能见到 强大剑气直冲云霄 伴随着睁然剑鸣声 没错 这就是剑齿 剑堂最核心之处 底蕴之身超乎想象 里面有着不知多少高品皆飞剑 甚至传闻 有同门 从里面得到五品剑气剑丸等宝物 一道温和声音 在陆璇不远处响起 陆璇寻声望去 正是那名长得跟弥勒佛一样的钟摆玉 话音刚落 还没等他去回应对方 周遭无穷剑气似乎是感受到陆璇等人的异样气息 羞羞声响中 蜂拥而上 向着陆璇两人飞速袭来 数十丈开外 一道巨大银白剑光 凭空出现 瞬息来到两人面前 陆璇只觉得眼中白茫茫一片 心神有一刹那的失手 正要催使轻浮驴躲过剑光时 突然 手中剑果自行飘出 里面剑气肆虐 刚刚势不可挡的银白剑光 连同无处不在的风锐剑气 齐齐掩齐息鼓 绕过陆璇两人 陆师弟不必慌张 有剑果在手 剑池里面的剑气 是不会主动攻击我等的 钟摆玉剑路 玄神情景圣模样 出身安抚道 师弟我是第一次进入剑池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 可见到如此多的 剑气齐齐袭向我 还是无法保持一颗平常心 陆璇主动解释道 我之前进来过一次 所以比陆师弟你经验丰富一些 钟师兄 依你所言 剑池里面的漫天剑气 不会主动攻击本宗修士 可若是出现特殊情况呢 比如 有同门不小心将剑果一落 或者降伏飞剑 与其他同门争夺剑气的 过程中剑果受损 那会不会引起剑气群攻 陆璇好奇问道 剑果一落或者受损的话 自然不会再有庇护效果 只是这种情况 虽然多了些风险 但还是问题不大 能进入剑池里面的同门 都能抵御一会剑池剑气 在此过程中可以向其他拥有剑果的同门求援 实在没办法的话 还可以紧急联系到看守剑池的杰丹诗书 钟白玉一边引着陆璇在漫天剑气中缓缓穿梭 一边解释道 原来如此 陆璇轻轻点了点头 手掌化为晶莹预测 主动伸手去触摸身边营绕的细微剑气 剑气感知到剑果上的熟悉气息 如同鱼儿一般主动绕开陆璇手掌 陆诗殿 想必你已经清楚 剑池里面温养住许多高品接剑气剑丸 长久下来 不少剑气逐渐显露出异象 甚至产生一丝灵性 譬如刚刚那道银白剑光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一柄三品非剑易散出来的剑芒 剑池里面三品剑气数量极多 陆诗帝若是没有信心 取得四品剑气 剑丸 可以先获取一柄三品的作为保底 剑汤弟子可以逗留在剑池的时间有限 只有半日 期间 搜寻 降服高品接剑气剑丸 都需要不少时间 此外 为了避免出现 有人收服太多剑气这种情况 剑汤规定 每名剑汤弟子 最多只能获取两柄剑气 经常有弟子 因为不想将争贵机会浪费在三品剑气剑丸上 一心只想获取品阶更高 更珍惜的非剑 最后反而竹篮打水一场空 师弟若是找到新一剑气 可以凭借剑气乃去降服他 若是无法收服 也可以试着用修为境界强行压制收取 没办法 剑池里面高品阶的剑气 眼光都掉得很 只有碰上剑无侠师姐那样的先天剑气 才会主动去凑近 我等之被靠近的时候 那些灵性十足的剑气还会主动躲避 因此 若是碰上新一剑气 必须得抓住那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以雷霆之速 降服他们 钟白玉苦笑一声 继续向陆玄提醒道 有天赋 就是为所欲为啊 陆玄赞同道 多谢钟师兄提醒 师弟再次祝愿师兄能获得心仪宝物 他朝中白玉感激说道 两人各自选定一个方向 走进漫天剑气中 降服剑气之势 需要剑堂弟子 亲力亲为 假借他人之手 可能会引起反向效果 同时 若是碰到两人都看上的剑气剑丸 也不好瓜分 因此 两人心照不宣地分开行动 随着逐渐深入剑池内部 陆玄看到的剑气意象 也逐渐增多 各种型太怪一猙獰的异兽 不同灵力属性的剑气 聚化后的物品 甚至远远撇到日月星辰 山川河流 这类壮观雄伟异象 无穷无尽的剑气中 灵石效果大大减弱 所能窥探的距离不到正常时的一程 碰到剑气意象时 腰间的仰玄剑鞘 不时微微颤抖着 剑鞘内部的灵性 似乎在催着陆玄赶紧 去搜寻降服他们 你这浪霍剑鞘 看到这魔多剑气 是不是快要受不了了 陆玄传递过去 一道银鱼念头 仰玄剑鞘 被他不断插入紫电剑 风雷剑 翠绿小剑等飞剑 以及剑芒剑气后 已经慢慢开始适应了他这一身份 碰到喜爱合适的飞剑 比如翠绿小剑时 更是半推半就 欲拒还赢 插钱向止性地抗拒一下 插后就是融为一体 不分你我了 等我给你选一把上等飞剑 好好满足一下你 陆玄注意 助身遭剑气变化 这一片水灵气息浓郁 应当隐藏着一柄水鼠飞剑 润度应该不成问题 这里估计 有一柄火鼠飞剑 气息如此暴虐狂猛 也不知道 你这浪霍剑鞘 能不能承受得住 妖兽异象的飞剑 喜欢这种口味的吗 他一边搜寻着 剑气异象 一边在心里暗暗嘀咕着 第419章 雷鹰剑 这道剑气异象看上去还算不错 一条通体雪白 无数剑气凝结而成的蛟龙虚影 从陆玄前方一闪而过 之前见过的 众多兽类剑气异象中 都是一些寻常的虎豹之类 没有引起陆玄的兴趣 而眼前这个 剑气气息比之前的强大许多 加上形态看上去极为不凡 陆玄心中有了几分好奇 他脚下轻浮缕 灵光浮现 身形陡然加快数倍 紧随着雪白蛟龙剑气虚影而去 等靠近蛟龙虚影 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 陆玄如同利剑一般 扑向雪白蛟龙 剑气蛟龙察觉到陆玄动作 用力甩了甩尾巴 顿时无数雪白剑芒 从四面八方 汹涌席向陆玄 剑池里面的各种剑气 虽然不会主动攻击携带剑果的剑堂弟子 可并不等于任由弟子们肆意妄卫 遇到想要降服他们的弟子时 也会反击 陆玄手中风雷剑挥舞 深黑剑气如同飓风席卷 对上雪白剑芒 将众多剑芒裹入其中 以凶猛姿态摧毁 雪白蛟龙虚影 已经产生一丝灵性 剑陆玄疾难对付 虚影分化出无数细微剑芒 身形直接消散在漫天剑气中 还想逃剑翘 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锁定它 陆玄传递吉仰玄剑翘一道念头 剑翘灵性远强于之前的雪白蛟龙虚影 听到陆玄这话 微微颤抖着 从陆玄腰间正脱 摇摇指着一个方向 片刻后 陆玄穿过漫天剑气 找到再次凝结出来的雪白蛟龙 蛟龙虚影躲在一个幽黑洞穴中 很好地隐藏住身形 洞穴内虽然一片黑暗 修炼铜树的陆玄 却将里面的景象尽收眼底 在洞穴深处 一柄雪白剑气 静静浮在低空中 其色犹如角角月光 只是被无尽黑暗吞噬 才没有显露出耀眼剑身 剑翅中 陆玄不好用白骨膜溃将其引出 只得凭借自己强悍肉身 直接去降服雪白飞剑 躲藏在暗处的雪白蛟龙虚影茶 决到危险 低音一声 化为一柄巨大虚化飞剑 狠狠刺向陆玄 速度极快 瞬间便来到陆玄面前 陆玄神情不变 双手合十 直接将巨大飞剑虚影接住 他服用过不知多少增强体 破肉身的灵果 又修炼有 琉璃断骨法 太虚化龙片 这样的上等炼体弓法 接住飞剑虚影时 手掌甚至没有擦破一点皮 佩然俱力从他双手涌向剑气虚影 将蛟龙虚影直接震碎 无数细微剑芒四处蹦射 落在洞穴石壁上 画出无数细微剑痕 陆旋剑状 来到雪白飞剑面前 轻轻拾取 剑气通体雪白 长约三尺 剑柄上分布中众多细小鳞片 一直延伸到剑身上 飞剑究竟如何 还需要剑翘来咽咽火 雪白飞剑狠狠插向古朴剑翘 剑翘裂口处 一道灵气薄膜向止性地挡了一下 被雪白飞剑直接穿透 一直到剑翘最深处 早在得到仰玄剑翘时 通过注入剑气 陆旋能够查看他的详细状态下 见雪白飞剑插入剑翘 他心神凝聚在古朴剑翘上 仰玄剑翘 为之宝物 灵性极强 由天外剑石锻造而成 正在温养四品飞剑鱼龙剑 鱼龙剑 四品剑气 由妖兽白鱼龙的几股锻造而成 极为丰锐 四品的鱼龙剑 陆旋难难自语 他通过剑翘的具体状态 了解到插入剑翘中的雪白飞剑的来龙去脉 四品飞剑 已经算是不错 只是要不要在他身上花掉一次机会呢 陆旋对于这柄四品鱼龙剑还算满意 毕竟他手中虽然有不少四品剑符 可同品皆飞剑却还只有一把风雷剑 由此可见四品飞剑的珍惜程度 我没有剑无瑕那样的主动吸引力 降伏飞剑主要靠自身实力 对付四品级别的飞剑问题不大 最主要的是 有着仰玄剑翘这一衣杖 剑翘对剑气演化出来的剑气意象极为敏锐 能感知到意象的位置 这就替我省去了大量寻找的时间 找到剑气后 还能将其插入剑翘中 从而了解到剑气的详细信息 这也是一大优势 实力足够 又有着独天独厚的优势 完全可以不用着急确认仅有的两次机会 陆旋暗暗想到 决定将手中的鱼龙剑暂时舍弃 他将雪白飞剑从剑翘中缓缓拔出 全部抽出时 细微剑气似乎拉成丝一般 不求天长地久 只求曾经拥有 体验过一柄新的飞剑 那也算很不错了 待会我再去给你找一柄更好的 陆旋向依依不舍的古朴剑翘承诺道 一条暗淡雪白蛟龙须影从剑身里飞出 缠着鱼龙剑 重新融入黑暗中 陆旋离开洞穴 躬着身子 继续在漫天剑气中缓缓穿梭 走了小半个时辰 期间 他又碰上鸡饼飞剑 品阶与龙剑相同 各有优异之处 但却无法让陆旋达到十分满意 最终都让剑翘体验了一下 再将其分开 突然 耳畔一道爆裂雷声炸响 雷鸣声似乎蕴藏住让珠邪辟翼的力量 于蕴中还带有一丝禅意 彭扶金刚降魔 慈悲未怀 雷霆手段 仰旋剑翘距裙颤抖着 反应十分强烈 迫不及待地飞往前方 指引着陆旋前去搜寻雷鸣声背后的剑气 反应着魔打 难道你喜欢这种表面端庄 但又很会叫的 陆旋按字揣测道 一道道爆裂雷鸣争相炸链 似乎在阻挡着陆旋前进方向 他体内没有任何斜碎气息 修位全靠光团增加 没有给斜碎鱼染侵入的机会 雷鸣声对他作用不大 只是引得血气震荡 肉身强悍 很快就能将震荡血气控制住 不一会儿 陆旋在古朴剑翘的带领下 找到一柄银白短剑 短剑上有着细微金色纹路 似乎无尽雷霆披下 他将银白短剑插入仰旋剑翘中 瞬间得知有关短剑的详细信息 雷鸣剑 四品飞剑 以天外陨石 服以佛门秘术段造成 催使时能击出剑气雷鸣 雷鸣刚猛霸道 蕴藏佛门力量 对于斜碎 斜修有助其效 第420章 得寸进尺 四品雷鸣剑 可激发出剑气雷鸣 对于斜碎 斜修等有极强的克制作用 陆旋心中暗暗嘀咕一句 端详住手中银白短剑 在他眼中 这柄雷鸣剑要比之前碰上的鱼龙剑强了不少 天生自带剑气 雷鸣这一特殊剑气 面对斜修斜碎时 更是有着奇效 更主要的是 以陆旋推测 这柄蕴藏佛门力量的四品雷鸣剑 或许能用来培育金刚菩提灵直 金刚菩提 目前放在那畜残缺秘境中 由于只有那根隐魂缠香 可以微微促进灵直生长 菩提灵重 一直以来变化不大 现在 加上这柄四品雷鸣剑 或许能使灵重生根发芽 也说不定 同时 飞剑式放出的剑气 雷鸣对于四品幻音竹来说 也有助不小弊异 雷鸣剑品质特性都很不错 加上陆旋考虑到金刚菩提这一因素 他没有多犹豫 决定选择这口雷鸣剑 为剑池里面的第一柄剑气 早早做好决定也好 免得后面一直犹犹豫豫 甚至出现碱了 芝麻丢了西瓜这种情况 陆旋心中暗暗想到 他狠狠将银白短剑 插入古朴剑桥中 太短了 太短了 短小无力又一剑 养旋剑撬传地 过来一道轻微念头 念头中 似乎有着若有若无的嘲讽语气 陆旋手掌画为金银玉色 用力将银白短剑刺往剑桥深处 是不是磨吃饭 能不能在剑气后面 用力推一把 被子电剑 风雷剑等众多剑气开发出来的养旋剑鞘 不满足于新剑气的短小 陆旋脑海中闪过一个问号 还叫我在飞剑后面用力推一把 什么飞扬扬行为 他灵力涌入雷音剑里 顿时 古朴剑鞘内部传来一声声低沉闷雷声响 震的剑鞘不断抖动 剑气四射 养旋剑鞘被一波波剑气雷音冲击 终于安静下来 得到这鸡寸长的飞剑就已经很不错 还想有鸡尺长的飞剑进入 不要得寸进尺 陆旋传给古朴剑鞘一道念头 将银白短剑留在剑鞘中 由剑鞘内部的特殊气场温养锤炼飞剑 收服雷音剑后 陆旋继续穿梭在漫天细微剑气中 片刻后 他来到一座骑士山峰上 山峰遍布临寻怪石 怪石表面有着无数深浅不一的剑痕 剑锋在怪石裂风 洞窍中呼啸而过 声音尖锐 十号师兄 陆旋发现前方一道熟悉身影 正是一同进入剑池的剑堂弟子之一 在大殿时沈业海特别介绍过 说他掌握着树众剑意 剑技精深 陆师爹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 十号正在无穷剑气中搜寻住剑气一响 听到陆旋招呼 转过头来 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那也算是缘分 陆旋回到 剑池面积广袤 又有无数剑气肆虐 行动不便 进入剑池的剑堂弟子 总计只有十位 两人碰面的情况确实不大 陆师弟可收服剑气 十号好奇问道 运气好 收获了一饼 还算不错 我个人比较满意 陆旋简短说道 他深知才不露白的道理 没有将雷鹰剑展露出来 虽说剑池中都是本宗同门 又有杰单真人执掌剑池 安全性算是得到保障 但陆旋却不想 拿自己去测试同门人性 以及杰单师叔的能力 我也是 获得一柄保底三瓶剑气 正想着 看能不能找到一口更好的飞剑 十号微笑道 陆旋正打算与他辞别时 忽然 十号面前 一块树杖高的怪石 里面一条黑蛇剑气 虚应电视而出 往山顶逃去 黑蛇长约半丈 通体乌黑 常有双翼 行动即位迅捷 三两下就消失在两人面前 快若闪电 一定是丙 以速度渐长的四瓶飞剑 十号脱口而出 转头望向陆旋 眼神闪烁 陆试电 这丙黑蛇剑气 速度如此之快 灵性看上去也不一般 估计是一柄品质不错的四瓶飞剑 你我二人同时发现 不如各凭本事 看谁剑即略胜一筹 收服这口飞剑 他心思急转 想到一个法子 陆旋之所以能进入剑池 并不意味着他剑即精湛 单纯凭即一手 培育剑草的本事 才拥有进入资格 十号对于自己剑到极为自信 相信就算陆旋出手 争夺黑蛇剑气 自己有着极大把握获胜 不了 石师兄 我有基金几两自己清楚 对于收服那柄飞剑 把握不大 还是师兄你 一个人降服吧 师弟我先行告退 陆旋抱拳说道 这 陆师弟这个人情 我铭记在心 十号神情一愣 转弯腰感激说道 陆旋微微一笑 往山下走去 刚刚那道黑蛇虚影 气机虽然不弱 但离陆旋的期待 差了不知有多少 就算与之前 遇上的鱼龙剑相比 也稍逊一筹 更不用说 他已经获得的雷鹰剑了 剑翘的反应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不如做个顺手人情 节省一点时间 用来搜寻更好的剑气 片刻后 陆旋远远望剑前方 有星云低垂 内里星辰明灭不定 道道剑气光芒闪烁 这个这个 我要这个 正在体验着新剑气的 仰弦剑翘 传递给陆旋一道念头 雷鹰剑还在你身体里面呢 马上就想要换星呢 你这喜新研究的扎剑 陆旋唾弃古谱剑翘一句 脚下轻浮缕 灵光涌现 身形如同一道青烟 无声无息地靠近星云意向 能得到剑翘认可的 自然便是好货色 唉 谁让 我家剑翘灵性受损 必须得给他多找一些好伙伴 让他尽快恢复正常 陆旋装模作样地感慨一句 来到星云底下 他正要寻找收服气机时 突然心神一下恍惚 庞扶置身于广袤无垠的星空中 星空无数星辰点缀 不时有流星一般的剑气掠过 绕过拥有见过的陆旋 不愧是我看中的剑气 果然非同反响 陆旋感慨一句 心念一动 停在石海深处 无品宝物运神铁 散发出蒙蒙灵光 脑海中一片清明 星空景象顿时飞速消融 烟消云散 陆旋睁眼 手中风围剑舟遭出现无数深黑剑芒 如同飓风 那里电闪雷鸣 迅速向着星云卷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